老婆和白月光在家里约会时 煤气爆炸了 而她只记得就白月光的女儿 她不知道的是 从一开始 我就把两个孩子调换了 我出差回来 手里还带着女儿琪琪要吃的草莓蛋糕 本想问问老婆想吃什么 结果电话一直没能打通 我只好先行回来 刚走到小区门口 就见周围围满了人 还停着救护车和消防车 我心下一景 生怕妻女出事 连忙跑了过去 还未走近 就听到几个大妈在嚼舌根 嘖嘖嘖 听说这次的火灾 是因为女人把那个男的带家里了 两人做那档子事的时候 煤气爆炸了 真不够害臊的 居然还把两个孩子 关在另一间卧室 看 就是那两人 自家的孩子都生死不明了 还有空在这发骚吗 我见过六栋801的男人 人高高瘦瘦的 可有礼貌了 经常看见他带着孩子玩 倒是还他妈一天天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安分的主 哎 就是可怜的那孩子 白白嫩嫩的一小姑娘 真是作孽友 我听着这些话 大脑开始发昏 六栋801不就是我家吗 我顺着刚刚大妈指的方向看过去 正是柳如烟和柳向南 我的老婆和她的白月光 而那个男人也是他名义上的哥哥 他们身边只站着一个小女孩 没有我的琪琪 想起刚刚的谈话 我突然疯了一样冲过去 琪琪呢 我的琪琪呢 柳如烟看见我脸上闪过心虚 随即又镇定下来 带着撒娇的口气 纪伯达 你抓疼我了 柳向南立马上前用力扯开我的手腕 将柳如烟护在身后 纪伯达 你冷静点 琪琪一定会没事的 意外 那为什么你们都好好的 只有我的琪琪不在 你们两个又是在我的房子里做什么 眼见周围人越举越多 不少人都开始对他两指指点点 柳如烟立马声泪俱下的哭诉 这是我哥啊 纪伯达 你吃醋也要有个限度 两个孩子我就哪个不是救 何况琪琪是我亲女儿 我还能故意不救他不成 说着说着 他便哭倒在了柳向南怀里 周围人见状 怕真的是一场误会 赶忙匆匆散开 柳向南一脸心疼地抱住柳如烟 如烟 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只是个意外 我一巴掌扇在柳如烟的脸上 不等他叫 我又一巴掌扇在柳向南的脸上 狗东西 你们当劳资是真傻啊 两人被我身上的气势镇住 一时谁也不敢开口说话 毕竟在他们印象中 我向来是柳家一只不会叫的狗 谁是记琪琪的家属 快赶紧上救护车 那便传来医护人员的叫喊 我凶狠地瞪向两人 扔下一句 你们最好祈祷琪琪没事 便匆匆上了救护车 不停有医护人员 在对琪琪做着心电复苏 琪琪一张小脸青子 身体随着一气 无意识地颤动 我捏紧蛋糕的袋子 琪琪醒来之后 一定会想吃草莓蛋糕的 我出差前 她特地跑过来抱着我的腿撒娇 爸爸 你回来可以给琪琪带草莓蛋糕吗 我故意逗她 可是爸爸的钱不够买草莓蛋糕怎么办 琪琪的小脸上闪过挣扎 随即放开我的手跑回了房间 我以为这小妮子生气了的时候 琪琪却抱着她的存钱罐举到我面前 爸爸 琪琪可以不吃草莓蛋糕的 但是爸爸不可以在外面恶着 这是琪琪攒的所有钱了 都给爸爸 我争住 失笑 大手轻轻地揉着眼前的小脑袋 好了 爸爸逗你的 爸爸有钱 回来一定给你买最喜欢的草莓蛋糕 琪琪立马收回手 又怕我反悔时地勾住我的小拇指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谁变谁是臭小狗 好好好 父女俩开心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可如今琪琪却了无生气地躺在单架上 琪琪 爸爸带了草莓蛋糕 你醒来看看爸爸 你不是最守承诺的小孩吗 琪琪不会做臭小狗的是不是 手术室的灯 琪琪一直从下午亮到了凌晨 医生走出来取下口罩 朝我摇了摇头 抱歉 我们尽力了 请节哀 耳边似乎传来巨大低轰鸣声 夹杂着琪琪的叫喊 爸爸救我爸爸救我 我抓住医生的手 眼泪不受控地掉了下来 我双腿发软 跪在地上朝他们使劲磕着头 仿佛这样我的琪琪就能回来 有血混着眼里一起流到地上 拜托了医生 求求你 琪琪她才五岁啊 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求求你救救她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的 医生红着眼眶 抱歉 说着朝我弯下腰 深深地锯了一躬 有年轻的小护士别过脸 偷偷抹着眼泪 我瘫倒在地上 他们已经尽力了 真正的杀人刽子手是柳家兄妹 而直到现在 他们俩依旧没露面 冤有头债有主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我一直都知道柳如燕不喜欢我 她是尊贵的柳家大小姐 而我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何德何能入大小姐的青年 所以 当柳如燕突然跑到我跟前 说要和我结婚的时候 我下意识以为 是少爷小姐们的新游戏 只是我心底 还是不受控的生起隐秘的欢喜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她 柳如燕偶尔会来公司找柳向南 那么娇艳名利的大小姐 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类人 没有人能忽视她的存在 我也是 我开始无意识地观察她 她笑起来眼睛会微微眯起 像只透了心的小猫 她不开心时 嘴巴会稍稍撅起 可是她来这里的时候 几乎很少会不开心 我的注意力渐渐越来越多地 放在她身上 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她在不在 可我从没想过告白什么的 我清楚地知道 小公主不可能看上我这种人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程序员 我也舍不得让她跟着我吃苦 公主就该在象牙塔里好好长大 柳如燕大概是没想过 会有人拒绝她 大大的眼睛里满是震惊 回过神来后 朝着我放狠话 纪博答 本小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等着吧 你一定会答应我的 像小奶猫故作凶腾地亮着猫爪 实际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自那天以后 柳如燕开始了对我的猛烈追求 数不尽的鲜花摆在我办公桌上 以我的名义给同事买下午茶 开着张扬的跑车来接我下班 同事们也与我 这是要入坠豪门了 甚至有几个眼红的酸言酸语 是我好手段 我统统没理会 我不敢读小公主的真心 因为真心转瞬即逝 只是 我再怎么压抑 我也是个男人 被这么个有钱有言的大美女追求 我还是忍不住沦陷了 我从没被人这般肆意热烈地喜欢过 我以为她对我多少是有些喜欢在的 出乎意料的 虽然柳家父母并不喜欢我 但却对这门婚事并没有反对 我以为我是走了狗屎院 消息已经传出 整个上流圈子都哗然了 没人能想得到 柳家大小姐从小千娇万宠地长大 最后居然会嫁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 直到婚礼的前一天 我无意间听见柳如烟和柳向南的谈话 如烟 你当真要嫁给那个穷小子 哥 我也是没办法 自从爸妈发现我们的事后 就不断以死相逼 不过你放心 纪伯达是我千挑万选过的 他是孤儿 家里也没钱 这种人最好拿捏了 就算他发现我爱的其实是你又怎样 捏死他还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那你答应我 别让他碰你 当然不会了 哥 我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 说着 两人便抱在了一起 原来如此 原来我的公主是只披着人皮的恶鬼 我就说天上怎么可能会掉馅饼 这两人借着兄妹之名 被地理却早就勾搭在了一起 真是恶心 柳向南是柳父收养的孩子 就算两人不是亲兄妹 却也在同一张户口本上 柳父柳母哪里接受得了这种事 当亲儿子养的养子 居然和自家亲闺女搞在了一起 怪不得不反对这门亲事呢 原来我才是那个冤大头 我假装没来过的样子走了出去 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这个亏 我是绝不可能就这么失下去的 不是要互相为对方守洁吗 我就偏偏不如你们的意 第二天我神色如常地举行了婚礼 基本每个来的人都夸我好福气 呵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啊 我眼看着这对狗男女 在我眼皮子底子眉来眼去 妈的 真当劳子是死人了 按计划 我给一个哥们使了个眼色 他接收到后 立马开启了疯狂灌酒模式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柳向南也没法拒绝 只能不停地喝 没多久就醉了 我让人带着他去了楼上准备好的房间 这可是我专门送给柳向南的大礼 不是要守洁吗 这么多年连别的女生的手都没拉过 我就偏要试试他能不能抗得住 而柳如烟这边 早早就回了卧室 我进去后 柳如烟应该以为已经拉捏住我了 并没给我好脸色 你去睡客房 一股酒气 臭死了 新婚之夜 妻子就要和我分房睡 简直划天下之大击 我抹了八脸 带着哭腔 眯起一双桃花眼看他 老婆 我要和老婆一起睡 我对自己这张脸还是很有自信的 不然柳如烟也不可能从那么多人中选中我 大抵是美男记起了作用 柳如烟的态度也软和下来 喝 大小姐 也不过如此 第二天我们是被外面的动静吵醒的 柳如烟醒来时 还一脸不满 不过想必 他等会会更加生气的 我们出去后 已经有不少人围着客房指指点点 柳如烟的脸瞬间白了 急忙推开人群挤了进去 就见柳向南和一个漂亮女子躺在一起 而那女人是出了名的座台姐 在场不少人都认识 柳如烟面色争鸣地朝那女人的脸抓过去 你个贱皮子居然敢勾引我哥 我撕烂你的脸 出乎意料的是 柳向南却拦住了柳如烟的手 眉头微皱 神情却带着燕足 和他没关系 他只是走错了门 柳如烟见状 郁家癫狂 你居然敢护着他 你是不是忘记你曾经答应我的了 这下人群中也有人回过未来了 少理说 就算那女人是个座台女 妹妹的态度也不至于这么的夸张 这是顶多让柳家面子上不好看点 哪有当妹妹的管哥哥这种事的 避嫌还来不及 听说柳家少爷可不是轻生的 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声 立马大家的眼神都不对了 为了避免柳如烟脑子拎不清 说出什么不该说的 柳家父母立马让人将其拉了下去 则 第一出戏完美落幕 自那天后 柳向南像是对那个女人上瘾 连曾经最爱的妹妹都顾不上了 事情正如我所料的 没多久 那女人就怀孕了 柳向南却始终没娶她的意思 也是 对他们这些有钱人来说 玩玩还行 娶是不可能娶回家的 座台女是我找来的 她出人 我出钱 很公平 而这边 柳如烟也怀孕了 怀孕后 柳如烟的脾气愈发地大 大半夜让我去隔壁市 买她想吃的东西 那是常有的事 知道那女人怀孕后 更是动辄就对我打骂 我也是是接顺着她 就连她爸妈都劝她对我好些 可柳如烟却更加肆无忌惮 我任她拿捏 毕竟她肚子里 如今可是我货真价实的孩子 生产那日 大抵连老天都是向着我这边的 柳如烟和那女人 居然是同一天生子 也省去了我很多功夫 而且两个人生的都是女儿 这大概就是冥冥中自有注定 趁所有人都不注意的时候 我将两个孩子调换了 做台女大抵是没什么福分在的 生下孩子没多会就大出血走了 柳向南像是突然看开了 自觉带着女儿出了国 柳如烟一个人 这个走向是我没想到的 不过我想 如果柳如烟从此能够安安分分地和我生活 那我便将一切抛开既往不救 柳如烟一直不喜欢 我以为她只是单纯的不喜欢小孩 直到我看到她是如何讨好柳向南带来的奇奇的 多可笑 她还真以为她讨好的是白月光的孩子呢 刚抱回奇奇的时候 我其实是想将她送到福利院的 毕竟是柳向南的孩子 到时候随便编个什么理由糊弄过去就行 可是那么小一团 也不哭也不闹 看着我只是笑 想到自己的女儿 我还是心软了 孩子是无辜的 奇奇是由我一手带大的 因为柳如烟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所以我们也就没请月嫂 我一个大男人 一把屎一把尿地带着孩子 又当爹又当妈 甚至上班的时候都带着她 索性公司都知道我是柳家姑爷 也没人敢在我面前嚼舌根子 我就一边带着奇奇 一边上班 回家后还要给大小姐做饭 柳如烟像是逐渐被我感动了 对我说话也轻声细语起来 也会吵我撒娇 偶尔也帮忙看看小孩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变好时 柳向南回来了 一回来就和柳如烟又勾搭在了一起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了 我本想着等证据收集的多些再出手 可偏偏奇奇的死 是我们谁都没能想到的 奇奇虽不是我亲生的 但却是我亲手一点点养大的 想到他两座那时的时候 我的两个闺女就在旁边的卧室 我就恨得牙痒痒 欺人太甚 我给柳如烟发去短信 奇奇去世了 他是被你们害死的 三天后就是奇奇的葬礼 我打算先回家带点奇奇喜欢的东西 奇奇晚上睡觉必须要有草莓兄陪着 不然他会害怕的 地下那么黑 他不知道要哭成什么样 等我到家时 就看见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我靠在门上 阴阳怪气一顿输出 哟 大小姐怎么没去陪秦哥哥吗 你俩现在睡一起 不怕奇奇来找你们吗 柳如烟被我的话吓得面色煞白 纪伯打 你胡 胡说什么 他是我哥 何况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奇奇的事情只是个意外 看着眼前的人一副死咬嘴唇 仿佛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我心头邪火窜起 柳如烟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点破事 借着兄妹的名干尽情侣的事 我都替你们觉得丢人 奇奇的事你真敢拍着胸脯说是意外 既然是意外 那你为什么连奇奇最后一面都没来见 就算你再不喜欢他 他也叫了你整整五年妈妈 柳如烟被我话中的信息量惊得摇摇欲坠 整个人像是夺宝受摧残的余美人 只是看着漂亮 全身却都是毒素 我转身朝着奇奇的房间走去 柳如烟像是突然回过神来 扑过来抱住我的大腿 就开始嚎哭 老公 老公是我鬼迷心窍了 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什么时候见过柳大小姐这般狼狈的模样 没想到结婚五年 第一次听到她叫我老公 居然会是这种情况下 我只是冷笑 你对不起的可不只是我 更对不起奇奇 以后到地狱去慢慢赎罪吧 我一脚踢开她 拿了奇奇的东西就走 趁柳如烟没注意的时候 我飞快拿起藏在客厅绿植后面的微型摄像头 身后不断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 带着无尽的悔恨 我只觉得无比厌烦 随即加快了脚步 人死不能复生 早干嘛去了 我去了名下另一套房 早在结婚的时候 我就偷偷背好了后路 看到摄像头里传来的内容时 我还是低估了这两人的无耻性 柳向南在我刚出门的那一刻 就带着奇奇上了门 将两个孩子放在奇奇的卧室后 他们锁上了门 为了不让领居们看到自己做的丑事 他们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得死死的 两人收拾好一切后 就迫不及待地稳在了一起 甚至等不及进卧室 柳如烟这时整个人 都沉浸在爱人的亲服里 早就忘了刚刚自己亲手 放在炉子上的汤 那是他早上专门起来给奇奇熬的 奇奇很是开心 这是妈妈第一次给他做东西 他没意会就要去看看汤好了没 惹得柳如烟脸上 也难得对他戴上了笑意 柳向南和柳如烟意识到不对的时候 汤骨已经烧干了 正发出尖锐的爆鸣声 他们火速套好衣服 去开奇奇卧室的门 可是刚刚他们锁门的时候 随手就把钥匙放下了 一时半会竟也找不到钥匙 两人急得团团转 好不容易打开房门 火势已经窜过来了 柳如烟竟然一把抱起奇奇 就往外面冲 剩下奇奇已经躺在地上 虚弱地叫着妈妈 柳如烟甚至没顾得上回头 在柳向南的保护下 没意会就跑到了大门外 只有奇奇沙哑着嗓子 嘴里不住呢喃着 还有奇奇 爸爸就救奇奇 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一声爆炸 等奇奇被消防人员救出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我看着这些画面 胸腔里恨一番用 如果我没调换两个孩子的话 今天死的就会是我的女儿 两个孩子何其无辜 要为他们的真爱做假衣 我将视频上奇奇和奇奇的脸 打上马赛克 又拿出之前收集到的证据 一起备份好 这两个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赔罪 我将这些东西全部分为马好 打上所有的前因后果 发到了网上 又应了几般直至的 分别发给我们小区和公司里的人 等第二天柳家发现这些事实 事情已经发酵得不可收拾了 天呐 小说走进现实 怎么会有人真搞骨科啊 就算不是亲兄妹 也太恶心了吧 渣男贱女 那个小女孩好惨啊 嘴里还叫着妈妈呢 他妈却抱着别人的女儿跑了 最新一首消息 家人们 这两人就是柳氏的少爷小姐 啊 我还很喜欢用他家的东西的 抵制坚决抵制 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是怎么做出来的 怎么会有人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啊 楼上的 这已经不属于人的范畴了 柳氏的股价一时暴跌 这些年柳向南一出国 柳如烟又是个不懂事的 柳家父母只能将公司慢慢交付于我 所幸我是个争气的 这几年 在我手上 柳氏每年的利润都翻了一番 柳家父母也渐渐对我更加信任 而我早就 一点点的转移了资产 重新置办了新的公司 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 没人知道 他们还当我是可以任人捏脸错语的老实人 柳如烟不断打电话进来 从一开始的谩骂慢慢变成哀求 纪伯达 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怎么敢的 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挂 纪伯达 求求你澄清一下 你知道的 琪琪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怎么可能是故意不救她的 我只是没来得及 老公 求求你了 别这么对我 我就这么冷眼瞧着 也不拉黑 就让她一颗心整天泡在丹金兽帕里 柳家父母也闹过很多次 还没见到我人就被赶了出去 现在他们家可谓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就连三岁小孩见了他们 都忍不住拓上两口 柳氏这几年全靠我撑着 如今股价下跌 资金链全断 琪琪下葬那日 柳氏也破产了 琪琪葬礼上来了很多人 大都是在网上看到消息 自发组织的网友 他们沉默着 每个人都带了一束花 和小女孩会喜欢的礼物 一开始 只是有女孩子忍不住戳其出声 渐渐的 哭声变得大了起来 琪琪 你听 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都在为你哭泣 我的琪琪一定会上天堂的 柳家人并没一个来的 他们不敢来 也没脸来 眼看在我这边没法下手后 柳如烟最近又勾搭上了一个富商 她是过惯了千金大小姐生活的人 以前有家里宠着 后来有柳向南和我宠着 她从没吃过一点苦 家里破产后 加上网上的舆论 柳如烟的生活大打折扣 从前看不上任何人的大小姐 如今像狗一样摇尾起怜 自是多的是男人要她 可惜 富商家里的老婆也不是个好惹的主 办完葬礼后 我就想着也是时候接回我的亲生女儿了 如今在跟着柳家 琪琪倒是该受苦了 我找思佳侦探做了我和琪琪的亲子鉴定 再将报告寄到了柳家 听思佳侦探说 看到报告后 柳家彻底人摇马翻了 我听得好笑 却也怕琪琪会根本不想认我 我该怎么向她解释 爸爸所做的这一切呢 没成想第二天柳家父母 就带着琪琪找上了我 曾经不可一世的夫妻俩 短短几天 头上便长满了白发 两人带着讨好的神色 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 纪博达 既然琪琪是你的孩子 那理所应当该由你养着 就是你看 琪琪毕竟也被柳家养了这么多年 这几年的抚养费 你看 是不是 没理会他们的琪琪叨叨 我看着站在旁边的小姑娘 小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就那么默默地站在旁边 听着老两口将她弥满标架 我看得心疼 一把拉过她 小姑娘似是被我的触碰吓到了 眼里突然闪过 因我无措 我让人将柳家父母拉了出去 琪琪 你愿意听爸爸的故事吗 我蹲在他身边 和他平视 琪琪看着我 犹豫地点了点头 我给他讲了 我这几年被柳家欺骗的经历 也讲了柳如烟和柳向南勾搭的事 以及他们故意没救琪琪的经过 琪琪已经长大了 她迟早是要知道这些事的 看清楚身边的人 别像她把我一样傻乎乎地被人骗 琪琪睁着大眼睛 全神贯注地听我讲 听到最后 甚至愤怒地挥起小拳头 而听到琪琪 再也控制不住地扑到我怀里哭起来 我心下一松 还好琪琪没被他们叫歪 自从我和琪琪说开后 琪琪便对我没了界定 我将前五年没给她的爱 如今一股脑地全部给了她 带着琪琪的那份一起 接下来我忙着处理离婚协议和抚养权的事 柳如烟在知道琪琪才是我和她的女儿的时候 找过我一次 我以为她是后悔自己曾做过的那些事 没想到她却说 既然琪琪才是我们的女儿 那我们还有什么离婚的必要呢 纪波答 以后我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 我问道 那琪琪呢 她有些不耐烦 既然琪琪不是我们的女儿 死就死了 我难以置信地看向她 不敢相信这话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 什么叫死就死了 琪琪好歹叫了她五年的妈妈 而且 她不是爱柳向南爱得死去活来 连带着对她的女儿也爱无极无 这才过了多久 我突然发现 我好像从来没真正认识过这个女人 她所谓的真爱 只是在不触碰她的利益之下 柳如烟从来就没真的爱上过谁 她最爱的 只有她自己 我目的笑出声 柳如烟一脸看神经病地看着我 而我直视着她 一字一顿 柳如烟 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她真愣住 是什么 是我曾经居然真的喜欢过你 真恶心啊 我转过身 身后传来恼羞成目的咒骂声 我只是轻轻逝去眼角刚刚笑出的泪水 这个点 琪琪该放学了 后续离婚协议和抚养权的事解决得很顺利 大概是柳如烟总算找回点对女儿的愧疚 二话不说就签了字 我问琪琪会难过吗 以后她就只有爸爸 没有妈妈了 琪琪只是抱紧我 爸爸 你才不要难过 我和琪琪都会陪着你的 一句话 让我这个大男人直接泪崩 我何德何能 能遇见两个这么好的闺女 琪琪 下辈子 爸爸还做你爸爸 下次 爸爸一定会保护好你和琪琪的 柳向南自从知道死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后 整个人像迅速哭败的树 每天沉浸在自责懊悔之中 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 蹲在马路牙子边 看见个小姑娘就冲人家喊琪琪 琪琪又被她弃之不顾 她真的不配做一个父亲 凭什么肆意伤害我的两个女儿 我使了点手段 将柳向南送进了本世著名的同性恋精神病院 想要忏悔 总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不是吗 我派去盯着柳家的人说 柳如烟之三当三被负伤的老婆发现 直接扯着人到了大街上 还把衣服都给撕光了 周围的人认出她就是曾经害死自己亲闺女的女人后 一时群情激愤 全都冲上去拿着镜头对着她的脸 就是一顿拍 柳如烟的名声彻底是臭了 群众情绪激动起来 警察来了都没能拦住 都不知道是谁先动手的 警察只能做了一番批评教育 柳如烟如今被打得断了好几根肋骨 腹部出血 人躺在ICU里生死不知 柳家父母嫌丢人 更其他连累了家族 早就和她断绝了关系 柳向南更是自身难保 我到ICU病房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有点意识了 主治医生告诉我 柳如烟伤得太重 送来的又太晚 加上前段时间刚流产过 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 心下立马一喜 这个结果虽然不是我造成的 却是我乐于看到的 这大概就是恶有恶报吧 她终究为自己种下的恶果付出了代价 柳如烟死死盯着我 眼里满是悔恨 嘴里念入着什么 我凑过去 趴到她嘴边 就听到她一直在念着齐齐 对不起 真可笑 是不是人死了 才会后悔自己做过的恶行 可惜了 齐齐已经去了天堂 而她柳如烟只能待在地狱里去忏悔 齐齐不会原谅她 我也不会 我没再理会这个女人 出去交了医药费 告诉医生 以后这个人的消息 就不用再打电话给我了 柳如烟 这就当是我们最后的一点夫妻情分了 走出医院 门口站着个小人儿 是齐齐 我怕孩子有什么心理阴影 就没带她过来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走过去 刚要开口 齐齐就一副小大人的模样打断了我 爸爸 妈妈是要死了吗 我看到新闻了 我一时预测 不知道怎么解释 齐齐 你想去看看妈妈吗 齐齐撅起嘴巴 脸蛋骨得圆圆的 不要 同学们都说我的妈妈是个坏妈妈 他们都不和我玩 我讨厌坏妈妈 我心下压抑 一把举起齐齐 生怕她身上有被别人欺负的痕迹 索性没有 我松了一口气 我突然注意到 是我忽视了齐齐的心理健康 她才只有五岁 发生了这么多事 哪是一个小孩子能处理好的 齐齐 要和爸爸换个城市生活吗 齐齐眼睛迸发出光彩 欢呼着抱住我的脖子 要 齐齐不喜欢这里 好 那爸爸就带齐齐搬家 我抱起齐齐 朝另一个新生活走去 前方的路被阳光照的光芒万丈 就像齐齐以后的人生 全文完